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今天第二隻的推介 是一隻Orian 的Marco 其實Marco 有很多不同系列 12345 其實在這個Marco 有一隻顏色很獨特 亦都非常受歡迎 可能是因為逆時推介過 這隻是酒紅色標盤 的Kamatsu 這隻Marco 是用上漸變色的 放射性紋錶盤 做了酒紅色的標面 紅色除了是 九韻的顏色 紅色的潛水錶 都是比較少見 通常都是黑色 藍色甚至綠色 這就是用上酒紅色 作為主調顏色 Baschel同樣 擁有Marco的特質 例如Baschel圈 在13579 11的位置裏面 做了粒坑的打磨 也是Marco的DNA 星期日力槍擺在三點位置 做了白底黑字 分開兩個格子顯示 清晰異體 再加上他用上少少的護官位 做了螺旋式鎖 標官擺在三點位置 標官上面也有Orient 雙屍墨頭的Logo 很多時候東方有留意 標官上面 也有做到 Logo 反而精工他的大佬 沒有做到 我比較喜歡做Logo 更加歸一 呼應標面正面Logo 夜光方面 時分秒針加上黑度 也大有夜光 而這隻Marco 走紅色的標面 也配搭了藍寶石的玻璃 你見到他做了一個 單向式的潛水標圈 我試一下拉遠鏡頭 做了120K的單向式潛水標圈 你見到我轉動 其實很順滑的 我再加上了 旁邊的九牙坑 摸上去也是很順滑的 標腳的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你見到他就是 拉絲奸一行光身 奸了一行拉絲 拉絲奸拋鋼 奸拉絲奸 耳蓋方面 做了一個短身的耳蓋 Marco 其實是一個 東方潛水標裡的招牌貨 因為他的性價比值很高 再加上他用了自家機身 F6922的東方機身 這個機身 動力儲能達到40小時 21,600的鎮頻 時間標準不差值方面 正25-15 好 先看看錶帶 錶帶用了一條實心鋼帶 做了拉絲花紋 挺紮實的 另外做了一個 摺疊式的錶扣 四個洞 三個微調位 做了Double Lock的錶扣 這個錶扣值得賺 有三個微調位 足夠了 上面也有Orient的雙屍墨頭 看看錶扣 按鈕打開 做了光身的薄橋 始終他做入門級 沒有做到厚橋 做了光身薄橋 我們接下來看錶底 錶底寫了什麼 我們一起看看 錶底在這個位置 錶底寫了 這個 日本動物 Safira Crystal Epson Epson 寫著了20個 防水 也有兩條 磅沙 Marco Schragge 在中間 做了一個磅沙 做了螺旋式鎖底 做了不透時的底蓋 我反過來給大家看 走紅色的錶盤 我自己覺得 除了九韻的顏色 最主要它的賣點 就是因為比較少 用上座的走紅色錶面 不會太誇張 因為用鮮紅色就會太誇張 用了走紅色 變成很高檔次的感覺 嘗試一下向下轉動 放開錶關 放開錶關後 向上轉動 上發條 上發條的手感 是很順滑的 如果用過東方的手錶 一定知道豬仔說什麼 上發條的敏感度 比起同級的精弓 甚至死亡八二系的機身 都是為之快 敏感度高 向上轉動 上發條 大概上四至五下 基本上它的錶已經在起動 上四至五下 配戴八小時 就足夠行足一天 至於我們想 如果不想配戴 亦想它走走 40小時的動力處能 其實上去二十多下鍊 這樣轉動二十多下 它已經足夠行足四十小時 這就是東方的機身 轉動的手感很好 踢起後也有停秒功能 我試一下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到六點多鐘的位置 半格 我們教日槍 踢起它半格 我們向下轉動 一架一架一架 向上轉動 教升旗 相語設計 教英文就跳英文 教西班牙文就跳西班牙文 教完之後按住它 向上轉動 鎖上標關 大概三圈左右 兩圈多三圈左右 就鎖上標關 除了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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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吸引 先看看夜光 時分針 加上秒針 加上黑度 上面點點 都帶有夜光 夜光也很光亮 也是世界級夜光 它和精工 和mother company 是一樣的光 至於大小 也是其中一個很受歡迎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裏讀出來是41.8mm的標徑 不帶不細 剛剛好 我試一下讀一讀 直徑方面 我讀出來是41.7-41.8度 標徑 小圈大概是40 厚度方面是12.8mm的厚度 而脖子是46 所以大小 也很貼手 而且重量 有些手感 最主要就是 它有第三個很吸引 的地方 就是性價比值很高 整隻標 總重量172g 不重 不算輕 有些手感 逢今 潛水標 過到150g 也算有些手感 試一下 戴上豬仔14.8% 前陣子 上個星期 也有兩個標密問過我 我當時跟他說 我未知何時回 希望他看到我今天 影片推介 因為我當時未知何時回到 或是否能訂購 終於訂購 酒紅色的 曾經亦時推介 所以當時曾經的標 風魔一時 最貴的時候 是超過3,000元 現在市面上 都賣2字頭 2100多到2900多元 我剛剛搜尋了 好了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酒紅色的Marco 這隻 潛水標 200米防水 藍寶石玻璃標面 超強野光 螺旋色鎖標觀 螺旋色鎖底蓋 豬仔深水推介 1798 1798 1798 其實輕微貴了幾十元 因為匯率變動 雖然這隻不是日本版 但是現在這隻手錶 其實外面都賣過2,000元 所以豬仔的價錢 都是非常優惠的 接下來日本標的趨勢 我自己認為 都會繼續向上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除了受歡迎的程度向上 它的價錢都會向上 因為受到匯率的影響 所以趁著現在有機會 還是很低位的時候 我覺得 只要是你的心碎 就不要猶豫了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給個like 就是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的支持 如果還未訂過頻道 或者你還未訂過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訂閱 如果你還未擁有一隻 走紅色標盤的潛水錶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這隻Marco 走紅色的一隻 潛水錶 希望你喜歡這隻招牌貨的東方 喜歡的你 聽清楚了 豬仔手上有五隻現貨 五隻現貨 包括原裝盒 說明書 保用證 收據一年保用的 1798 一隻Marco 對上一次我找到這隻標 已經是七個月之前 其實這隻顏色是最少見到的 通常綠色、藍色 那些會比較多 走紅色這一隻 是最受歡迎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喜歡 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我們下集見 拜拜 1798 Marco 走紅色